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锡林 那么从今天起由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物联网之蓝牙4.0 BL1的基础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呢? 那么我从三个点就讲 那么第一个点就是 4.0蓝牙这种自身的一些优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开设这门课的一些重要性 然后第三点就是课程的总体规划 那么蓝牙的一些自身优点 它就是低功耗 然后使用标准纽客电池可运行一年乃至数年 然后它的成本也低 然后可以完全向下兼容 速度的话支持一兆的数据传输 然后跳频,使用所有蓝牙规范的版本 同样的自适应跳频 然后最大程度的减少和其他2.4G的无线频段的一些串扰 然后主控制,然后更加智能 可以休眠更长的时间 实验在削的时候才唤醒 那么延迟性的话 它最大可以在三号秒内完成连接 以及数据的一些传输 安全性的话 它使用的是AES-128CCM加密算法 然后进行那些数据包的加密和认证 所以蓝牙4.0的优点就是三种规格及预体 包括传统蓝牙的技术 然后高速技术以及低功耗的技术 与3.0版本相比的话 最大的不同就是功耗更低了 然后4.0的版本的功耗比老版本的话低了90% 而且随着蓝牙技术有手机、游戏、耳机、便携 电脑和汽车等传统应用领域 像互联网、医疗等新领域的扩展 那么对低功耗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4.0版本强化了数据传输上的技术 然后又更注重了低功耗的性能 那么正门客的重要性呢 那就是蓝牙技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都没有自蓝牙4.0发布之后 带来的那种热潮那么热 伴随着智能设备的兴起 以及蓝牙自身的一些更新 蓝牙系数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智能设备的标配之一 并向广阔的物联网领域衍生 它将与可穿戴设备 智能家居乃至移动支付的 形成广泛的合作 实现无数个创新点 并且获得巨大的市场规模 同时蓝牙技术也将与其他 无线技术更好的共存 那么这种平台化的发展方向 也将日益的凸显 而且由于APP的种类 以及数量的越来越多 对于信息的交互 以及产品的设备的一些 控制需求也越来越多 所以市场上基于蓝牙的 控制需求量也越来越火热 而对于实现蓝牙控制的设计 采用4.0的话是最优的方案 因此开设蓝牙4.0这门课程 也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帮助同学们走入蓝牙的时代 那么我们讲一下这门课的一些规划 那么总共就是分为八个部分 然后总共有17讲 那么第一讲就是一些整体的一些介绍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讲蓝牙的一些信道分析 以及拓谱分析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 这个蓝牙4.0的协议的一些简介 以及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那么第四部分就是讲 IR的集中环境的一些简介 那么第五部分呢 就是讲工程的修改编辑 那么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它就包括一个 首先你要建一个工程文 然后就要建立一个原文件 然后再添加一个原文件的一个工 工程里面 然后工程的一些一些配置嘛 然后再进行一些 原文件的编译 编译好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测试下载 那么我们第五部分呢 就是讲这个工程的一些设置 然后第六部分就是讲一些外围的一些 电路的一些分析 然后讲解 然后主要就是天线电路 清正电路 以及电源电路 以及LED AD材料 以及串口 电路的 那么后面第七部分 再讲一下仿证下载 那么第八部分就是一些 嗯 它的一些硬件板载资源的一些应用 那么主要就是要输入输出 那就是流水灯 然后独立按键 以及取材按键 那么就是定时器的一些开发 然后就是定时器的一些高级开发 就是串口 串口的高级开发 然后就是讲到了AD的一些采样 然后就是找一些可变参数 缓出的一些使用技巧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让学员了解蓝牙的基本原理 然后熟悉蓝牙硬件的基本操作 然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可以熟悉硬件电路的一些原理 然后软件开发的一些流程 以及大家写一张 当然这里我们的话课程有限 只能讲一些主要的 然后具体一些其他的的话 同学们再刻画一下这些去看一下 然后就要学会使用4.0 b-1蓝牙协计进行一些产品的开发 然后就是要了解一些通信的一些接口应用 那么我们培训的对象呢 就是有过51单片机开发经验 或者有一些其他单片机开发经验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C元基础的 而且了解一些单片机的也可以 然后第二点就是对硬件设计以及接口 有一点基础的开发人员 那么第三点就是会使用开发环境 以及会编写一些函数的 有一定基础的一些人员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蓝牙的一些 就是市场做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蓝牙的一些自拍器 这个蓝牙的AED 有蓝牙耳机 然后就是一些蓝牙的防救器 然后就是蓝牙手表 那么从这里看的话我们就知道 通过蓝牙开发的话的设计面很广 然后我们智能安防呀 什么智能家居啊 手表啊 什么车载产品啊 等等等等 医疗器械都有 然后 而且它的技术的话也是 在近距离通信上面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这门课的话 对于学生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那么同学们的话 如果有其他的话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网上先搜一下 关于蓝牙自拍器的信息 然后自己会总结一下 这蓝牙到底它的前景怎么样 然后它的学的用处怎么样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